我在街上的爸爸 就是说我真的做到了 相信他有看得到我的奖 战胜第十八届FOMOSA 女儿奖颁奖典礼舞台 接下体能运动奖 杨宇柔感性和天上的爸爸 分享这难得一刻的喜悦 今年十八岁的杨宇柔 来自苗栗南庄乡东河村 目前是南投高中拔河队队员 从国中毕业后就定立目标 离家到南投高中 辛苦练拔河的生活 不惧不挠面对各种挑战 一度面对家人的不谅解 但就像比赛一样 他一旦握住绳子 就坚持不轻易放手 我的父亲就是因为生病 然后其实在高中 要升高中那个阶段 就是因为家人生病 然后都要从南投跑回苗栗 然后就要一直奔波这样子 然后想说很累 然后为什么要那么累 让自己那么辛苦 跑去练拔河 可是我一直告诉自己的初衷 就是既然你来了 你就要想办法去完成 另一位同样来自苗栗南庄乡 一起到南投高中拔河队的高玉轩 这次也入围FOMOSA 女儿奖的体能运动奖项 从小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她 过着拮据与辛苦训练的生活 从自己喜爱的拔河运动中 高玉轩学习到如果两边势均力敌时 就是比谁能坚持到底撑到最后 国中上高中这个就比较辛苦吧 因为国中技术还有那些跟高中不一样 就对啊 就还要转换 就比较累 练完就回去大概就11 就用完都11 12点了 这次一共有44位女孩入围 主办单位例行基金会表示 FOMOSA女儿奖的系列活动 希望唤起社会大众 对少女的重视与关怀 也鼓励女孩建立自信 原始新闻喜故 迪弗洛万台北市采放报道